本视频给大家推荐三款由阿里出品视觉效果出色的免费可商用字体 第一款阿里妈妈树黑体 这款字体兼具醒目持上先锋的视觉特性 字面率更大,外观更加规整 同时字形具有几何感 图形化的特质体现现代性 附空间的分配也更加均匀出世 非常适用于大标题,清晰明朗 第二款阿里妈妈刀立体 这款字体特性锋利果断造型特殊 相比于传统黑体骨架更加张扬中立 同时中轴线稳定 使得段落行纹更加流畅 视觉效果独特 能给用户留下鲜明印象 第三款阿里妈妈灵动体 这是一款漆纹可变字体 拥有36款家族字体 版足各种不同场景需求 支持多字重倾斜体 以及各类称线和无称线体 视觉效果多样 应用范围极其广泛 美的Jenny又推出新功能了 支持无线平移扩图 前两个视频介绍了5.2版本的SumMod功能 也就是修改单张大图的画幅大小 画幅越大 主体所占的比重越低 画面整体内容越多 而这两天 美的Jenny推出了 更为灵活的 上下左右平移扩图功能 我们如果在原图的基础上 选择向左扩图 美的Jenny就能自动将 左侧内容补充完整 同理 如果我们选择向右扩图 美的Jenny就能将 右侧的内容补齐 当然我们可以将 两次扩充的内容组合起来 让画面成为宽幅 同理我们也可以使用上下扩图功能 让画面纵向扩展 扩图功能可以不断重复 让构图更加自由灵活 不受限制 如何用细的值来控制人物统一性 首先根据人像写真公式 快速建立人物 这是一个肖像作品 第二步描述人物外形和环境 最后添加摄影参数 这样就得到了一组写真四公格 我们将鼠标放在这条消息上 右上角会浮出更多操作 选择第一个表情按钮 添加反应 并通过输入关键词 EN快速定位信通表情 并点击发送 稍等片刻 在界面最左侧导航栏处 会收到Mid Journey Boat 发来的一条私信 私信内容是关于 最组图片的详细数据 其中就包含了一串系的数值 我们复制这串数字 将刚刚复制的数值 通过横杠红杠系的空格的形式 作为后缀添加在描述词后面 经过实测 通过固定的描述词 与系的值这两部分 就能完全锁定返回的图片结果一致 而如果我们需要在原有的图像基础上进行微调 只需要保证系的值不变 而轻微改变描述词词 例如我们想让人像不变 只改变环境的部分 就需要将与环境有关的描述词找到 针对性修改这部分 比如将城市环境改为森林环境 那么我们就能得到一组新的以森林为背景的图片 可以看到这两组图片中的人物特征基本固定下来了 而环境根据我们的需求发生变化 左侧是都市 右侧是户外 这就是用细的值来保持人物固定的 Medjani最近又更新了5.2新版本 在输入框内输入设置指令 库出设置面板 可以看到新版本的入口 相比于上一个5.1版本 5.2版本的成像效果更加清晰和锐利 同时当我们正常得到了一组四宫格图片之后 放大任意其中一张 以图二为例 我们会发现 5.2版本对于单张大图多出了一些新指令 这些新指令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排指令 高变化与微变化 它们都与变化相关 当我们选择轻微变化时 就能基于原图得到一组相似的四宫格 而当我们选择轻功能高变化时 得到的新四宫格之间差异性明显更大 画面更加灵活多变 第二行指令是本次更新的 能调整画幅的大小 我们先来看最简单的指令 正方形 这是原图 执行square正方形指令 能强行改变原图的长宽比 使之成为正方形 将原本没有的左右两侧内容自动补齐 1.5倍画幅和2倍画幅也很好理解 这是原图 当我们选择1.5倍画幅时 画面就能包含更多内容 四周图片的信息自动补齐 而如果选择2倍画幅 画面能容纳的内容就更多了 随着画幅的增加 主体所占的比重降低 而四周环境的内容不断增加 这让我们能够更好地调整画面构图 当然我们还可以手动设置画幅大小 处置区间落在1到2之间 不论是奢华欧式 或者复古美式 又或者是禅艺日式 都可以用美的整理轻松实现 首先 室内设计的基础句式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1.定位和客观描述 2.风格元素 3.摄影参数 第一部分画面定位 这是一个室内设计作品 目标空间是客厅 风格是欧式 我们基于以上三个关键词 就能得到这样 这样或者这样的小国图 如果对此你已经表示很满意 就不需要进行后续的操作了 而如果你还想要增加更多风格元素 则可以继续添加 诸如古典 奢华 高绘等风格关键词 或者拱门 壁炉 大壁画 等具体元素 我们就能得到带有拱形落地窗 和大壁画的目标图片 细划控制 最后加上镜头参数 长镜头在视觉上更有空间感 这燃光则让画面更加真实 通过定位 加风格 加摄影参数 这三部分 我们就能得到高质量的室内效果图 同理 加风格替换为美式或者日式 就能得到截然不同的风格图 是不是很简单 如何用美的真理来实现 像这样的简约风格头像 首先 基础的巨石框架 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一 客观描述 二 风格细节 三 基础设定 第一部分 描述画面的主体 这是一个银发的酷女孩 正看着镜头 在黄色背景之上 基于以上的关键词 我们就能得到 像右边这样的写实风格的照片 接下来添加风格词汇 这是一个头像 且带有漫画感 风格是扁平且极简的 还带有几何线条的感觉 通过添加风格词汇 我们就能得到 像右侧这样的 扁平插画效果的头像 最后一步 添加提升画质的关键词 比如高细节 8K高清等 以及用逆级5的表现力模式 进行渲染出图 就能得到右侧这种 极简且明快的动画头像 三个步骤得到三种效果 分别是写实风格 扁平插画和卡通风格 这个基础句式非常万能 排歌用在其他不同的产情中 如何用美的真理 制作科技感背景 科技风的PPT 可以说是万金油 汇报答辩都可以用 而PPT的美观度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背景图的质量 像这样或者这样的背景 都可以用美的真理快速生成 我们来分析一下写关键词的思路 主要从四个方面助手 分别是主体 材质 风格和视角 首先主体的部分 命令一个蓝色的圆形在画面中间 四周有星星和小点作为装饰 并且有太空的感觉 使用玻璃作为材质 风格上设定为有活力的舞台背景 同时要有科技感和互联网感 最后设定视角为高水平线 这是完整的关键词 处理一下也不复杂 本视频将介绍两种方法 快速提升Mate真理的出图画质 方法一 添加质量词汇 质量词汇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更迭是品质类 细节类和数字类 有需要的朋友请截图 方法二 使用免费的扩图工具 首先登陆网站 根据你的电脑系统下载软件 然后打开界面 第一步选择要放大的图片 第二步选择图片的类型 可以是照片插画等等 第三步选择保存路径 图片可以免费污水放大四倍 清测好用 如何将Mate真理生成的图片 转成可编辑的实量格式 首先我们用一段简单的咒语 制作出一个卡通形象 Mate真理目前只能生成单张位图 但我们可以通过简单四个步骤 使其可以编辑 步骤一 将图片粘贴进入Adobe的AI当中 选中图片 步骤二 选择图像描摹功能 并选择高保真度照片 步骤三 在图像描摹面板下 将颜色数量降低 来使图片中的线条更加平滑 最后一步 点击扩展 此时原本的位图就已经被拆解为 可以二次编辑的实量图 不管是形状细节或者颜色 都可以选一调整 如何用Mate真理来设计复古汽车油票 像这种复古精致的创意油票要怎么做呢 其实非常简单 快速分析一下 不难发现 这张油票仅有两部分组成 分别是四角的文字和中央的图片 我们只需要分析 汽车的关键句是要怎么写 分别是定位 主体 风格 视角和后缀 首先看作品定位的部分 汽车明显属于工业设计的范畴 而主体的车型和颜色 可以根据你的喜好学运替换 加上年份能额外增加复古的感觉 至于设计风格 直接调用大名鼎鼎的包豪式风格 来让画面保持简约 接下来添加核心关键词 测试图 这个关键词 能让所有图片的视角保持统一 最后加上白背景 方便后续抠图 以及一些提升画面质量的词汇 一辆质感很棒的复古小汽车就完成了 我们将主体放在背景之上 用文字压住四角来稳定画面 最后中央架上图形 摆明确主视觉 重复相同的操作 我们就能得到一组完成度很高的 创意视觉作品 是不是很简单呢 本视频将介绍 如何用美的珍妮来做海报设计 像这种表现力满满的母亲节海报 该怎么做呢 其实非常简单 不难发现 这张海报仅有两部分组成 分别是图片和文字 文字部分 我们直接选择现成的五板全字体 而图片的部分 可以直接借助美的珍妮来做 基础句式可以分为五个部分 分别是主体描述 景别打光 设计风格 质量词汇和后缀 首先看主体描述的部分 一个妈妈抱着她的小宝宝 站在一个小窗户的前方 基于这样简单的一句话 我们立刻就能得到 像左侧这样的高质量图片 接下来设定景别和打光 这是一个特写画面 同时具有景深和柔光的效果 添加了新的关键词之后 画面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 而在设计风格上 我们可以添加皮克斯动画面影 以及与3D渲染相关的关键词 来控制画面的视觉风格和整体走向 最后我们加入 能提升画面质感的关键词 比如高时量多细节等 以及与画面比例出图模式相关的后缀 效果图就完成了 整体回复一下画面的组成 第一部分客观秒速 第二部分镜头打光 第三部分设计风格 第四部分提升质感 第五部分添加后缀 是不是也并不难呢 母亲节快到了 如果你还没有海豹制作的灵感 不妨用我的方法试一试 预祝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 本视频中介绍 如何用美的珍妮来做logo设计 基于美的珍妮强大的AI算图能力 不论是这种出现类型的logo 还是复古灰镖类的logo 又或是简约几何类的logo 美的珍妮都可以轻松实现 logo设计的基础句式 有四个部分组成 第一作品定位 第二主体描述 第三应用场景 第四设计细节 我们来看第一个案例 首先画面定位 毫无疑问 这是一个logo设计作品 其次主体描述 也就是画面的主角 是一个带角的公路头 第三logo将会被应用于一支体育球队 最后添加设计细节 也就是对于设计风格的设定 比如线条清晰的 有形的 简单扁平的 图形化的 中指式 要让画面变得扁平和简约 从而更像一个logo设计作品 下一个案例 同样道理 这是一个logo设计作品 同时也是一个规标 是为了一个摩托车队而设计的 我们希望它是简单的 并带有实量感觉的 最后一个案例 同样定位是一个logo设计作品 而主体的描述 是一朵画 花瓣呈现放射状排列 应用于手机APP上 在设计细节的部分 可以添加几何的 让画面更加规整 如果有品牌色 也可以加入颜色约束 比如蓝绿见点 本视频介绍了 如何用每个真理 来制作出现类logo 规标类logo和几何类logo 是不是挺简单的 最近有很多 从事服装电商的朋友问我 AI设计到底能否应用 在实际的工作中 我的回答是 既能也不能 首先我们来看 为什么不能 也许你刷到过这样的视频 我们先用一段咒语 召唤出一个亚洲模特 然后拿出我们实际的商品 将商品简单的叠在模特身上 再编写一段咒语 就得到了一组新的图片 乍一看 模特好像真的穿上了商品图 这种操作看似行音流水 但实际上漏洞百出 但凡我们稍微看得仔细一点 就不难发现 商品图肩膀上的红色区域 以及胸前的文字 图案 正面的口袋 这些细节都没有办法得到还原 这就是美德真理目前的硬伤 就是没有办法精准还原目标图 而正确的使用美德真理 来辅助设计的思路应该是 利用基础款 再加上细节 同样的 我们还是用一段咒语 请出几位穿着基础款的模特小姐姐 选择其中任意一位 然后截取我们目标产品当中 特定的图案 融合到刚刚的基础款之上 我们就得到了一张 质感还不错的电商模特图 正确的思路是 我们需要在基础款之上 再叠加精确的元素 而不是粗略的 生成一张没法用的成品图 当然除了制作基础款 美德真理还可以用来 作为强大的灵感库 比如我需要设计一件 男士的机车皮衣 那么我只需要向美德真理进行描述 也许你觉得生成的图片会是这样的 但实际上我们得到的效果是这样的 美德真理出图的质感往往是非常好的 除此之外 第三种美德真理的用法 就是作为品牌的情绪版 如果你需要一些概念性的服装 来体现品牌的调性 也可以用美德真理来实现 不管是高级的时装周 还是情绪感拉满的街拍 还是高奢的梯台走秀 只要你想得出来 美德真理都可以满足 本视频介绍了三种美德真理 在服装电商领域中的使用方法 第一种是利用美德真理 来制作基础款和模特图 第二种是利用美德真理 来为服装设计提供灵感 第三种是利用美德真理 来为品牌提高调性 希望本视频能给你带来一些启发 如何让AI帮你定制 像这样只属于你的关键形象 第一步选择一张你的五官清晰的照片 第二步选择你喜欢的目标风格 这里我选择了迪士尼风格的原剂主角 和二次元风格的可爱形象 下一步我们来到美德真理页面当中 在屏幕最下方的输入栏中 点击加号按钮 选择我们自己的照片 上传并发送出去 之后我们点击照片大图 在屏幕左下角会看到 在浏览器中打开这句话 点击它并复制新开页面的网址 接下来用英文在输入框中打出斜杠 并选择Imagine深图指令 将刚刚复制的网址粘贴进Prop里面 再接下来我们就需要添加风格关键词 与迪士尼动画相关的关键词有 皮克斯动画Q版POP马特盲盒 粘图材质 将我们上传的原图和风格元素相结合 就得到了这样的图片 既保留了我们自身的特点 又融入了目标风格的元素 同样的道理 我们可以尝试添加二次元相关的关键词 比如你喜欢的漫画家风格 以及关键词漫画人物 得到的效果图也是很不错的 让你喜欢的漫画家帮你定制一幅个人头像 掌握了这种技巧 你也可以将你的照片和各种不同的风格相结合 采出独一无二的只属于你的个人倾向 是不是并不难呢 快去动手 也许有人好奇 像这样的效果用AI能画吗 答案是当然可以 我们只需要破解这种扁平插画的咒语即可 快速复习一下指令的基础写法 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一描述画面 二设定风格 三基础设置 不太清楚指令写法的朋友 可以去我的主页查看这个视频 有详细的说明 由于扁平插画整体比较简单 只需要前两个步骤即可 第一客观描述 人物是一位戴着眼镜的女科学家 一点在实验室里 事件做实验 怎么做的 利用试管做实验 而时间点对这个画面的影响不大 我们就可以不写 然后发送指令 AI返回的结果图是这样的 非常写实 画面准确 下一步是加上风格细节 我想要的是扁平风格的插画 我会使用在UI当中 所以我会加上UI相关的指令 并且插画整体是简约的 对应的指令是极简风格 而背景我希望是摆色 最后整体的色调是亮色雕的 然后在上一部指令的基础之上 添加风格指令并发送 这是AI返回的结果 乍一看还可以 但细节还是不行 比如 人物的眼球是不对劲的 这种情况 我们可以直接让梅哲尼重新计算 这是梅哲尼二次返回的图片 从细节上来看 效果已经有进步了 人物的脸部表情都比较合理 出于好奇 我让梅哲尼再重新做了一次 得到的结果也是不错的 我从八张图片中选择了六张 又将手指变形的图片去除 最后得到了三张可用的 随机选择了一张 作为界面的引导图 同意修改画面描述 我们还可以得到更多不同的场景 比如运动 科学烹饪等各种主题 其实广而全的词库 并不能帮助我们太多 只是字典一般的存在 而写文章需要的是明确的想法 和清晰的句式 这样才能让AI更好地服务我们